江父母以一头野猪的嫁给他 叶你 其他后 他们要成讨女儿的情侣 你就我的歪点子 若是知道晚秋那死丫头一付药就能好起来 咋的也不能贱卖给江猎户 交给人牙子 好歹能多几个钱 也是 不过这死丫头现在在村里 咱们就是她的娘家 咱们是她爹娘 就得她孝顺咱们 往后等江猎户再打了东西 就得让那死丫头给咱们拿些来 这不就有肉吃了吗 对呀 我咋就没想到这一出呢 不过这江猎户太凶了些 怕啥 咱们可以跳他不在的时候去江家 再说了 咱们可是他的岳父岳母 他要是敢对咱们做啥 咱们可以去告他不孝 我瞧着这姓江的狠 肯定不会怕咱们的 况且今儿他还把我给扔出来了 今儿他不是急眼了吗 放心 这事儿日子一成谁还记得 你说得对 就这么办 过些日子老子在上门 好了 你歇着 我去造访瞅瞅 大爷二爷做饭 没那死丫头力做 真是奇了怪 自从那死丫头被领走之后 这家里的活咋就感觉多多了 林婉秋不能死在林家 也不能死在自己手中 哎 不成了 时间不多了 我得尽快想办法 瞧着熟睡的林婉秋 看着她那脸上的几道血印子 江洪远心疼极了 这是要将她陈堂 也要毁掉她的容貌 回容 陈堂 若是我再晚回来一点 我的小媳妇就没了 那些个嚷嚷着 要将小媳妇陈堂的人 这笔账我先记着 以后有的时间慢慢算 特别是那个林下志 哼 不报复回来 我就不是个男人 大哥 二哥醒了 醒了就给你二哥把肉粥送去 大哥你不去问问二哥吗 用不着问 命是他的 他不想要别连累人 大哥怎么不问二哥 就知道那个女人是冤枉的呢 江洪连想不明白 他一直守着二哥 就是想等他醒来之后 便问个究竟 大哥生气了 也是我差点就害大哥亏了 要是那个女人死了 大哥的野猪就打水漂了 别动 你的脸受伤了 我给你敷些草药 林婉秋含糊地答应着 心里却颇为感动 江洪远瞧着快大 长相又吓人 但却是个细心体贴的人 nice 再睡会了 不用了 我好多了 我去煮饭 江洪远见林婉秋的脸色 的确好了不少 而且小脸上的伤 也好完了不说 竟然连一丝痕迹都看不到 这小脸怎么感觉更白那些了 我好像捡到饱了 疼 我去山里看看 这么早就上山 吃了饭去不成吗 林婉秋自己都没意识到 她这是在关心江洪远 江洪远板着的脸 心里却笑开了 小媳妇的心里 这是开始有她了 放心 你男人会回来吃你煮的饭 我只是去山上部的陷阱 看看有没有猎物 不远 很快就能回来 你 嫂子 我来吧 不用 等着吃吧 虽然江洪宁还只是个孩子 但林婉秋还是没有给她好脸色 若不是江洪宁一进门就嚷嚷 她杀了江洪伯 哪能引出后面这些事 可是 从事发到现在 江洪宁一句道歉都没有 嫂子 江洪宁 你昨天差点害死我 今天又叫我嫂子 我可不敢当 嫂子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就什么都不问 就开始瞎嚷嚷 别跟我说你还小 年纪小不是借口 被林婉秋逼问的江洪宁 脚尖不安的 在地上蹭来蹭去 回想昨天的事 她也有些后怕 你昨天犯的第一个错误 就是不立刻检查 你二哥是否还活着 便嚷嚷他死了 你好好想一想 昨天若不是我在 你这样 搞不好他就真的流血过多死了 第二个错误 你去请郎中的时候 碰见村里人了吧 你一没有请人去找你大哥 而没有跟那些嚷嚷着 要将我沉堂的人说 你二哥没死 说一句话的功夫 能耽误多久 江洪宁 不管我是怎么来到你们家的 我也是一个人 跟你 你大哥 你二哥一样 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除了差点害死你二哥 还差点害死我 第三个错误 你没有跟我道歉 缺乏最基本的教养 做错了事情 连承担的勇气都没有 林婉秋完全不把江洪宁当个喊 他把话说得很重 在他看来 响骨必须用重锤 好像 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可跟他道歉 江洪宁觉得道歉 他抹不开面子 在他心里 林婉秋只是被大哥买来的女人 他又不知道林婉秋会不会跑 好像 我去把红薄的药熬上 对了 红薄的饭你送过去吧 行 我先把饭给两个小的送过去 这种一回家就有热气腾腾的饭食备着 有小媳妇里里歪歪的茫茫碌碌着 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 吃饭 大哥 二哥 大哥不理咱们俩了 都是二哥连累了你 吃饭吧 大哥心软 过几天气消了就好了 江洪宁唸了一声 但他看到桌上粘稠的粥 还有明显白面居多的饼 眉头都皱紧巴了 这个女人真是败家 怎么能这么活活粮食呢 咱们家可经不住 红宁 赶紧吃吧 一会儿凉了 这事你别管了 我去跟大哥说 多吃点 我吃一个饼子就够了 这两个你也吃了吧 我都吃饱了 你吃的 多吃点长点肉 省得以后经不住老子折腾 臭不要脸的能不能好好说话了 半点 别噎着了 这些猎物咱们就不卖了 你打算咋处置 野鸡留一只鲨一只炖汤 给两个孩子补补 野兔咱们吃一只 另外两只给赵海生和王富贵行吗 疼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一会儿让红宁去把兔子给他们送去 那个 远 远哥 我想要兔子皮 疼 那我把兔子杀了 再让红宁给他们送去 远哥把血留着 零碗秋用一个海碗费的字眼 让江红远将鸡血放进眼庄 杀兔子的时候 如法炮制 放了一个小木盆 去接兔子去 这可是两只肥兔子呢 能卖多少钱啊 大哥咋就送人了呢 去了好好说话 这是老子蟹他们两个帮你大扫的蟹礼 知道了大哥 原来是是这样啊 两只兔子比一头野猪 的确该道谢 剩下这只兔子你想咋吃 有辣椒花椒和姜色吗 对了 还有白酒 辣椒山上有野的 有姜 蒜和花椒也能弄来 那成 晨午我做鲜椒兔丁 如果做鲜椒兔丁的话 配大米饭最好吃 但家里的大米不多 就煮大米饭 我明天就上山 好